大家好 我是只要好玩什么都玩的黑童谷歌 欢迎观看我们这期的塞尔达传说网国之类的游戏视频解说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利特村 和前作当中的印象不同了 利特村这里是一片白雪矮矮 之前的旅途中我们也了解到了 因为这里大雪封山的关系很难找到食物 所以我们得来调查一下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里我们还会发现有很多结冰的冰块 这些冰块是可以用火焰属性的道具 或者说是火把或者说是喷火龙头 都是可以使得它融化的 继续往前走来到利特村的入口 发现这里的原本的哨战也没有哨兵看守了 因为根本就没有人来 入口附近这里就有一个女神像 如果有升级需求的话可以来这里 然后这里的话又会有三个利特族的小朋友 如果玩过前作的话应该对他们有印象 他们涉及前作当中的一个大型的支线任务 作为像鸟一样的利特族 他们也是擅长歌唱的 所以说他们的歌一般都会记述一些传说故事 他这首歌大概讲了什么意思 可能比较笼统 不过就可以知道过去发生的事情 就是讲很久很久以前 天上的一个神明掉落了下来 并且他们这里发生了天地一变 空气不再流动了还是什么的 这个神明和当地人都很急切 所以大家想办法 就是想努力想把这个神送回到他原来的地方去 就在大家还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然后出现了一艘会飞的一艘大的船 然后借助这个大的船的帮助下 这个神明就可以返回到天空 在这个神明返回天空的时候呢 将这个大船作为赠礼留给了当地人 自此啊 那里也就 天地一变也就结束了 好 嗨 哦 哦 大人们都外出去找食物了 孩子们在家里面做饭和制剑的准备 刚来到村子就给我们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如果说按照他们唱的歌的传说是真的话 这个天鸟船可能就是解除利特村一变的关键了 利特村还有一些旅行用的一些设施 我们来看看都是什么样子 这里是旅店 然后他们这里的床都是用他们的羽绒做的 所以非常的软 在这种床上住宿虽然会花额外的金钱 不过会恢复额外的精力值和生命值 他这里说一般的床是20卢比 这个利特组顶级羽毛床是50卢比 我们来试一试 恢复了额外的一整圈精力和三格生命值 虽然花了额外的金钱 但是要不要睡呢 看玩家自己 其实这点额外的生命值倒是不是很重要 但是这个精力值还是很有用的 花了额外的金钱 虽然不一定会给你带来特别大的收益 但主要就是一个游戏体验 然后这里是商店 这里可以买到很多的基础的材料 这位叫根科的小朋友 他想做一道菜 不过缺一些材料 就比如说是精力鲈鱼 因为精力鲈鱼在这种冰天雪地下很难找到 所以需要我们给他提供 不过这里个任务更重要的是 教我们做这道菜 在塞尔达传说旷野之西和王国之类里面 这个烹饪 虽然说是把它搭配出一道菜肴 图片不一样 但是其实一般不会有额外的效果 主要是一个增强带入的一种游戏体验 旁边还有一个米莎莎的食谱 里面会教我们三道菜 一般来说 应该说是王国之类里面有一个更新的 和旷野之西不同的系统 就是菜谱系统 同样都是有菜谱 但是王国之类里面会有一个菜谱的图件 会将我们查看过的这些菜肴 或者说是做过的菜肴 收录到一个图件当中 在王国之类和旷野之西当中 我们一般不是要清背包 背包的容量是无限的 所以只有我们缺钱的时候 才会顺便的在这些需要我们消费的地方 把东西卖掉 然后凑够钱就可以了 不需要包里食客穿着那么多的金钱 不过来到商店 一般会选择先扫货 把这些我们无法在日常旅行中采集到的 这些资源全都给他买下 比如说像刚才的甘蔗 还有黄油 山羊黄油 还有油壶 这些都是我们平时无法采集到的 只能通过购买来买到 前座会因为比较缺件 所以有的时候还要在商店买 不过这座件就完全不缺了 所以就不需要在商店买件了 然后隔壁这里是服装店 这里可以买到防寒套装 不过这里的套装 你如果你要全买下来的话 还是比较贵的 所以我们要先换点钱 再往前走 这里会有一个厨房 我们可以用这里的锅子 然后炼药增加我们的素材的价值 然后再卖掉 炼药的时候怪物的指甲爪子 这些是最适合用来炼药的 一个是产量本身大 再一个他们本身的价值 翻的也会比较高 缺的时候再去专门采集的话 获得的也会比较快 怪物素材和任意小动物组合就行 我们之前在地下抓了很多的 萤光虫 就很适合用来炼药 这种采集的量比较大的小动物 就用来炼药卖钱会比较好 浏览一下旁边的服装的价格 衣服是最便宜的 其次是头部 最贵的是腿部 但是其实我们只要有一件就行了 因为我们的腿部 其实是有一件防寒装备的 虽然防御力不高 所以我们就买一件 然后替换我们身上的这个就可以了 二级防寒就基本上足够 我们应对所有的情况了 我们胸部和腿部 各一件防寒装就足够了 再往前走 遇到那个叫桃红的这个小鸟 他前面唱歌 唱完之后说他要去制剑 这里他问我们要一些制剑的素材 其实也是一个教学 告诉我们这个剑头上绑上 其他的材料的话 就可以使得这个剑的射剑的属性会变化 比如说他这里说是用这个冷气锅 就可以使这个剑带有冰冻的效果 这个我们之前已经用过很多次了 包括这个冰冻的史莱姆明胶 也是可以的 不过冷气锅更容易采集到 一般会优先使用冷气锅 这个史莱姆的这个材料 会作为一个周转应急用 看他这里就教我们了 这个鱼料制造 把他这个材料装在箭头上射出去 没有属性元素的材料的话 一般只会附带增加攻击力的效果 再往前走没多远 我们就要进入到主线了 这里是我们前作中的老朋友特巴 另外还有一只小鸟看起来是他的儿子 我们已经死了 我们已经死了 我们可以这样的小鸟看起来 一人的可能是余裕 我们先来到彩虾 我们吃起来 这位特巴在前作当中 我们就是与他协力搭上了圣兽 那时候他还是个孤傲的战士 现在已经是他们利特族的组长了 啊 啊 嗯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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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茨 特巴当上组长之后还真是不容易啊 曾经跟我们并肩作战啊 现在是他离不开村子也帮不了我们 不过他的儿子长大了啊 之前的小雏鸟现在都已经能拿起弓 然后能够自己飞了 字面意思上的翅膀掌印了啊 上来的途中应该有注意到利特村有一个 词堂 我们先把它解锁一下 就算是不去把它挑战了 但是呢 可以作为一个传送点 然后呢 旁边有这里有个呀哈哈 同时这里也是一个返回到上面的入口 上来之后呢 我们继续用通天树往利特村的顶部爬 这样的话方便我们滑翔的更远 好 这样我们到达了顶端啊 看到前面有这个光柱的建筑了吧 那里也是啊 这个区域的这个瞭望塔 然后可以看到远处这边还有一些祠堂 我们提前都给他们标注出来 这样方便我们之后探索 这上面还有个呀哈哈 特巴哥们说的那个有两个篝火的方向 和这个亮望台是同一个方向啊 所以我们就直接往这个方向滑行就好 诶 快到的时候这里有一个冰法师 我们来给他拍张照吧 这个冰法师若火 火法师用冰啊 所以我们用这个火属性的这个 箭尸给他射一箭 直接可以秒掉 然后可以拿到他的这个冰魔杖啊 王国之类里面的这个魔杖呢 都是镶着宝石的那种啊 以后也会有这个把余料拆除下来的这个功能啊 所以说抢他的法杖也等于是抢宝石 再往前走呢 又是你 怎么又是你 看看要怎么帮他 我们拿两块短木板 和他对话 他甚至不忘告诉我们 吃这个特制饭团可以抵御寒冷 不过他好像吃错饭团了 从他之后送我们这个饭团里看呢 是不能抵御寒冷 但是可以在寒冷的环境下提高攻击力 这是用冷冻果做料理啊 会有的效果啊 这也是王国之类新家的一个buff元素 我们继续往前走啊 就到了这个篝火处 这个标志够明显了 确实 这个纳库原本是利特村啊 门口的那个少战的守卫 同时他提醒了我们这个鸟望台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去的地方 应该是这里啊 先把这个地方的地图开了 这个地方是他们山脉的这个登山入口 海布拉山脉的登山入口 然后这里还会有一些补给 这位米莎莎呢 说他在山脚下发现了这些鱼料啊 这个我们一看就知道是魔像兵的 所以说这个山上应该也是有魔像兵 我们要做好准备 不过这些东西更重要的意义 除了叙事 还有就是让我们 给我们作为一个资源补给啊 看这里好东西特别多 这些箱子也是 还有木柴 旁边的这个小屋里面 就有我们要找的这个哈茨啊 说他可能会有这个塞尔达公主的下落 不过呢 打听了一番之后呢 他说他们其实在应对这个利特村一变 就已经焦头烂额了 完全顾不上去了解这个塞尔达公主的下落这些事情 不过呢 他想到了这个丘利 琼时呢 狠狠地夸赞了丘利啊 一个说是这个丘利有不属于他的这个飞行能力 还有操控风的能力 还有说他的这个父亲这个特巴啊 其实心里面早就已经认可了这个丘利 只不过就是为了不让他得意忘形 所以这个嘴上不说 丘利有这么强的能力 但是作为孩子没有去这个作为像成年人一样去找食物的这个责任 所以呢 他应该能分出余力来帮我们去打听这个塞尔达公主的下落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去找丘利 这位哈米拉正在给他们准备的这个食物啊 并且也说他们现在这种状况的话 食物已经是很难获取了 不过即使是这样的状况下 他也让我们这个把旁边的这些暖暖草果都拿去为自己所用啊 真是这个很善良好心的人啊 我们接下来先不要急着离开屋子 旁边有一本书里面会有一个详细的记录曾经的这个事件 就是之前我们听到的那首传说歌谣 从这个文献里面详细的这个技术来说呢 应该是天上的这个神很可能就是这个佐纳无人 他们本来是天空的种族嘛 然后呢他们有这个佐纳无科技啊 所以用佐纳无科技和这个村民提供材料的帮助下呢 利用这个救急手 然后呢组合出了一个一艘可以飞行的船 然后呢在这个神返回到天空的时候呢 又将这个天上的一个造了一艘更大的船 来赠予这个利特族的这个村民 然后呢一个大船呢在空中的这个船桨的角度呢 使得这个利特村的这个大气又恢复到了流动 种种迹象表明这个飞鸟船应该确实是存在的 而这个天地一变呢其实应该是原本存在 只不过是因为天上有这个飞鸟船在运作的关系 所以利特村变的是正常的 但是呢一旦这个飞鸟船停止了运转啊 这个天地又会恢复到这个一变的时候的样子 好我们按照哈茨的这个提示 我们上这个山坡 不过我们主要的目的是那边的鸟望台 虽然也能直接爬上去 不过呢沿着山坡走呢这里还有一个利特族 旁边有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啊 是前往这个鸟望台的 不过呢他也告诉我们啊 继续沿着山坡往上的话 就可以遇到他们正在采集食物的同伴啊 在前面前方的洞窟中 所以继续往前走应该就能找到丘利了 不过我们还是先回头去开鸟望台 再回头开鸟望台的路上呢 哎这里又有一个利特族啊 看来他又是有什么困难 听他说是这个存有粮食的洞穴呢 因为他方的关系啊把洞口给堵住了啊 所以我们可以有办法帮他打通 我们就用我们之前的孔眼爆破法 先把他打穿出一个洞 再往洞里面射炸弹花 一下子就能全部炸开 这个洞穴呢也不深 不要忘了每个洞穴都会有一个摩游衣 我们可以顺便把它收集了 其他的资源不用多说啊 当然都是要顺走的 最后离开的时候呢 我们一个通天树出去 这里出来以后正好有一个冰蜥蜴怪啊 这个蜥蜴怪他是冰属性的啊 不过呢 他和那个冰法师一样弱火啊 火属性的话可以对他有秒杀的效果 他的这个有一个材料 蜥蜴尾巴是非常实用的 可以给我们的这个防寒套装升级 但是需求的量很大 而他这个掉率又很低 不知道是怎么搞的 那他会冰冻属性 火属性可以对他有秒杀的效果 还不错 掉了一个蜥蜴尾巴 这个蜥蜴尾巴的掉率非常的非常的低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他的这个脚作为余料建造的话 可以使我们的武器带有冰冻属性的近战伤害 就近战攻击的时候可以把敌人冻住 而他的这个尾巴也可以作为余料装在武器上 在挥舞的时候呢 这个尾巴会变长 会增加武器的攻击范围 同时呢也是带有冰冻属性的 非常适合装在长枪上 然后冰冻敌人 我们接下来就由此滑行 向那里的鸟望台 这里的鸟望台呢 被荆棘围绕着 我们可以用这个火焰啊 把它们引燃 让它们烧起来 也可以找一棵树爬到高处 然后滑行靠近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这样海布拉区域的地图啊 就探开了 通过这个鸟望台的发射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大片 这个有风暴的区域 并且呢附近的这个空岛啊 也都探了出来 我们还是先去这个附近 能够去的空岛啊 先看一看 按照我们之前建议的这个探索习惯呢 在开启一个区域的时候呢 最好先把这个未探索的空岛呢 给它都这样做个标记 标一下啊 表示我们还没有去过啊 如果一个一个空岛呢 探索过了 然后再把这个标记去掉啊 先把目前地图上能看到的这些空岛啊 这样一大片一大片的都给它标记出来 这里也算 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小的 不太容易注意到的一些地方啊 一定要仔细看一看 然后呢我们先去离我们最近的这个落脚点 这里有魔像兵 哎呦没射中头部 王类这代改的这个零刻时间射箭啊 我觉得比前作合理啊 前作的时候就是要你快速的射击 然后多次放箭 因为它是根据你这个持续零刻时间来消耗精力的 现在就改成了你射箭次数 你可以慢慢描尽量射准啊 射中一次算一格精力 我们从这边把附近的物资都减一减 这里有一种新的物资啊 冰冷香草啊 它是一个料理材料啊 也可以增加这个耐热啊 因为它是凉的嘛 然后所以可以有耐数的效果 我们给它拍个照 然后再收集 然后呢我们利用旁边这里的这个左纳屋的这个悬浮台 把它放到我们不好攀爬的这个岛的下方 然后呢从这个位置用通天树上去 上来之后呢 这里有一个悬浮台和热气球 还有烹火龙头组合起来啊 都已经提前给我们组合好了 我们只要攻击一下它 然后呢它就会这个热气喷射 把我们带到很高的地方 并且呢还不会坠落下去 但是呢因为每次喷射的这个电力有限啊 一旦没电的话它就无法再上升了 不过呢我们可以给它改造一下 中间加一个可燃物啊 像这样的柴火呀什么的放在中间可燃烧的啊 这样即使是没电了 它也可以缓缓上升保持上升的状态 这个高度应该差不多足够我们到前方的这个神庙了 我们现在加上之前开启的神庙已经够多了 足够我们去升级血量了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些神庙都挑战一下 这个神庙呢叫不止防御啊 就是告诉我们盾牌的功能呢 不仅仅是在于防御啊 它还会有进攻和一些其他方面的效果啊 比如说这个敌人 他就给我们演示了啊 盾牌上面装上火龙头以后 它可以作为一个火焰喷射器 不过呢其实这个用法呢 会大量的消耗盾牌的耐久 非常大量的消耗盾牌的耐久 敌人手中的话 这个盾牌耐久肯定是无限的 但是我们拿的话 盾牌的耐久消耗的会非常快 只能说是作为一种工具 倒不是说没有用啊 但是呢要考虑到啊 这个盾牌耐久消耗巨大的这个情况 喷火龙头在烧冰块的时候 这个效果就很强力了 很烧的很快 不过呢 把这个烹火龙头不放在盾牌上 直接放在地上烧 也是一样的效果 然后呢这里告诉我们 就是盾牌的另外一个用法 就是一个可以作为一个阻挡物 他这里已经给我们组合好了 盾牌上装上这么一个大块的木板 会有什么效果呢 我们先把这个拿了 然后就是旁边这里 这个喷火的地方啊 我们把这个装了木板子的盾牌一举上 一下子它就会变大 然后呢在这种状态下的话 它就可以阻挡火焰 并且呢这个时候其实盾牌是不消耗耐久的 就是你是可以用来挡敌人喷的这种火焰的 不过盾牌的种种用法 我们其实在之前的冒险中啊 已经给大家都介绍过了啊 最实用的就是给它装上这个带有元素攻击效果 然后呢给它冰冻啊 非常的实用 因为冰冻后的敌人呢受到的第一下攻击会有三倍伤害 这里的火箭呢也是适合装在盾牌上 然后队友们有这个快速升天的效果 装有火箭的盾牌进行举盾的话 就会这样 一下子能够突飞很高 所以火箭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过关道具 不过呢在这些神庙挑战里面呢 一般不能用自己的背包里的火箭啊 只能用场景里的 不过你可以在神庙外先把火箭装在这个盾牌上 然后再带进去也是可以的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我们已经解锁了有四个次行了 我们现在来把它们都给挑战了 接下来是利特村的那个 利特村的这个神庙叫乘风而行 它主要是让我们熟悉这个场景中 可利用的风的这些效果性呢 它可以让我们横向不坠落的保持这个移动 同时呢也会有大力的上升的效果 这个呢大家已经熟悉了 但是呢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教学 就是我们可以撞破一些这个薄冰 就比如说像这个 快速的下坠 然后呢在这个冰口 我们是可以直接这样用头直接撞开啊 不会受到伤害啊 这是一种可以利用的方式 然后就是附近的一些魔像冰 把它们解决 然后拿上这个宝箱啊 这些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了 需要注意的就是 如果你想捡他们这些魔像冰的材料的话 可能会因为上升气流的关系 这个材料被吹到了天花板上 可能你就要跟着这个上升气流一起被顶到天花板 才能捡得到 再有就是在这种强力的上升气流中滑行的话 可能我们下降的速度会很慢 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 就不需要开滑翔伞 开滑翔伞可能反而会容易失控 而这个直接利用滑翔的状态的话 可能反而缓缓下降更好操控 就像这样 这是让我们适应这种空中滑行的操作方式 这是我刚才说的 可能会被上升气流吹到顶上 有的时候捡不到材料 就得要这么捡 适当的时候呢 我们也需要用俯冲下坠 来快速下落 来调整我们的身位 这种技巧在以后会经常用到 好了过关 像这种设计在玩家必经之路上的祠堂神庙 一般都会有这种比较全面的教学 我们下一站是白杰报社附近的神庙 这个神庙主要是教我们关于火箭的用法 并且这里有着无限的火箭可以使用 如果你有盾牌上想要装火箭的话 可以来这个神庙 然后呢 装一个火箭到盾牌上 它就会刷新出一个 是可以无限刷火箭的地方 这里就把火箭放到这个凹槽口 然后攻击一下 飞出去的火箭 正好就可以触发这里的机关 火箭同时带的这个 轨道车 也可以有快速上升的效果 旁边的这个宝箱我们也可以直接用火箭上升 直接拿到 至于我们的终点 同样可以用火箭上升 然后滑行过去 我们下一站是我们之前的卡班达驿站那里的神庙 因为是必经之路上的驿站 所以也是一个教学 教我们的是弓箭 这个弓箭教学教的是我们用弓箭来爆头 爆头的方式有很多 你这个一般来说可能保持在零刻时间会容易一点 不过呢 在打这种魔像兵的时候 他的这个头会有一点麻烦 因为他的这个头部的判定 你看他竖着有三只眼睛 要打哪只眼睛得要稍微适应适应 再有呢就是射击的时候呢 有点小窍门 右摇杆调整上下 然后左摇杆移动来调整左右 这样的话在蓄力的时候 适时的松手 然后呢就是我们来看看 射击头部 你看射他的顶上的话 不会算作是头 然后看射他的哪只眼睛 算作头部的是他这个三只眼睛 从上往下数的第一和第二个眼睛 才算是头部啊 射到周围都不会算作是头部 所以他这个练习打头部 可能会稍微麻烦一点 如果说是打其他生物的话 头部的判定就会比较大 尤其是像这个波克布林 这种头部都是很好运动的 但是呢魔像兵的这个头 会稍微难判定一点 还是凑够了四个祝福之光后呢 我们就可以回去升一下集 升升雪亮 升升背包容量 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我们之前的探索旅程 不要忘记把我们之前已经探索过 开启过的地方的标记去掉 像这里我们也已经去过了 探过了 就给它取掉标记 然后呢我们回到之前的天空空岛的这个神庙 把接下来的东西都探索了 这里有不少好东西 我们首先看我们刚才的这个空岛的这个神庙 这里会有一个大转盘 我们之前有用过类似的东西 就是呢它会把我们狠狠的推出去 但是呢要朝哪个方向 我们得要调整一下 旁边还有一个佐纳屋制造机 我们先把它 让它出一波佐纳屋零件 然后看能出什么 出些新东西 有火箭 这样的话主要是使用过一次之后 让它所有的这个都出现的话 我们就可以在方便的在地图上查看 它都能制造一些什么零件了 回到刚才的这个大转盘 我们让它把我们发射到 不远处的那个稍微高一点的岛上 因为雾气的关系给遮住了 不好判断 我们可以做个标记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望远镜看到 是朝哪了 大概是那个方向 再偏一点 这会雾气也散去了 不少好东西 我们看看这里有什么 有个箱子 残旧的地图 这种地图一般会给我们标注出地下里 哪里会有宝物 会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宝箱 这种宝箱一般都会开出一些服装 好 我们返回到刚才的那个跳台 这些冰都是可以像我们这样坠落 然后把它砸开 正好有宝箱 旁边这里还有 好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层空岛呢 东西就都捞完了 不过呢 再往下还有东西 这里有这个魔像管家 破损的魔像管家 可以捡到这个总纳屋能源 接下来我们要去哪呢 从地图上可以看到 下方还有一个大圆形区 这种圆形区一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 大的魔 这里有一条龙 三头龙 我们给它标记一下 这是一个精英怪 地图上的精英怪 我们一般也给它这样标记一下 一般这种大圆盘都会有魔像方块 打掉它都会有好东西 身上还带有宝箱 跟它过两招 魔像很好打了 大家现在应该也都熟悉了 我们就把我们快用完耐久的武器 都给它耗掉 低级的武器都用掉 它这个是本身等级也不高 所以飞的不高 直接通天树就能上来 从这个角度来看 容易耗费额外的耐久 好家伙 这也卡肉 保箱掉了 这个就好办 直接给它多抽掉 好来了 抽到一定数量的话 它自己就会掉 自己就会散掉 它不行了 好嘞 换把武器 把这些耐久不高的 这个也可以 反正它也会掉这个零件 正好可以拿来用 可以先把它手臂拆掉 脚械 你来呀 打不着 刨丁解牛 应该是 快打完了 怎么卡住了 这个武器尽量都用破损掉 破损的武器以后 在这个地下 可以刷出更好的 同武器会刷出更好的 所以武器的话 尽量都把它用破损 碎掉 不过有些武器不会 比如说木头武器不会 还有就是像 佐纳乌他的这些武器不会 但是一般的 原本在海拉鲁世界的 这些金属武器 都有可能会出现在地下 好搞定 这个也可以作为零件 给我们装到 某把武器上 就这个长枪上 这个还能用来开矿 看看之前的宝箱 又是个残旧的地图 应该会给我们标记 一个地下世界的 宝物的位置 这也是一种 引导我们在地下 探索的方式 接下来我们传送回 之前的空岛神庙 我们让他再次把我们 发射向刚才我们的 那个岛 主要是在这个岛 从这个位置呢 会更方便我们去 下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在空岛上 其实有一个特别 小的一个地方 我们看 这有一个五角星星的 一个空岛 我们到那上面去 这个岛是个什么岛呢 它其实是一个 后面的挑战收集元素 不过呢 我们可以提前做 就是这个上面呢 会有一些石碑 石碑上的文字呢 似乎是古代的 这个佐达乌乌文字 不过我们看不懂 但是呢 我们可以把它 先拍照拍下来 然后呢 保留下来 看看以后 会不会遇到 能够解读它的人 不过这时候 就要注意一下 我们的这个照片储存了 如果说是储存的过多的话 可能就会比较容易乱 所以呢 一般这种时候呢 我会全选 然后呢 单独挑出 这个 有用的照片 然后不要删 其他的就删除 这样的话 他们就等于是靠前了 不过呢 这个照片没有 保护锁的这个功能 我觉得这个应该加一个 一般来说 这种五角星的岛 对应的正下方 都会有点什么好东西 这里看起来 有个哑哈哈的一个 解密点 看看去 这好像是一个 利特族的这种 鸟的这种形状 好像是个翅膀 看看怎么拼 好 我们海布拉山脉的空岛的部分 我们先探索完了 下一集 我们就继续探索海布拉山脉 然后去寻找这个丘利 那么我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